再来我们要把你的这个紧急公布栏 发布成为一个网页 为什么我不维持着Google试算表的状态 因为呢如果你维持Google试算表的状态 它最多只允许100个人同时连线 可是在紧急状况之下 也许你会有非常多的家长要来连上来你的系统 只能连100个人绝对不够 所以呢我们就要把它转换成网页 网页Google就没有明确的说明 它有多少个连线的限制 回到你的Google试算表 连选档案 共用 然后下面的发布到网络 这个时候呢 在整份文件这边 麻烦你按一下 选紧急公布栏 然后呢按下发布 它会问你确定要发布这个项目吗 就按下确定 稍等一下 它会给你一个网址 那我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来看看 它就会变成一个网页了 那这个网页就是我讲的 经过我的测试 它每秒钟可以承受220笔连线 而且它基本上是没有最大连线的限制的 至少Google没有明确的说明 它的最大连线设置数数多少 但是呢发布成网页 虽然你可以承受的连接数比较大 但是它就有一个小缺点 来看看下面这边 update automatically every 5 minutes 代表说呢 它的资讯变换 不会和试算表本身同步 它为了节省流量 维持它的系统效能 你在5分钟之内 对这个试算表一直做修改 它也不会变 它会保留5分钟前面一开始的那一个 后面你超过5分钟之后 再变更讯息 它才会变更 可是仔细地想一下啦 当你在发布紧急讯息的时候 你基本上不可能每分钟每分钟一直发布 你一定事情一个段落的时候发布一次 一个段落发布一次 所以5分钟的间隔 我个人认为是允许而且可以使用的